今天故事会精彩继续,马上说说招人恨的杨迪,杨迪现在口碑可是大不如从前了,可惜人家丝毫不在乎,甚至还多次做出毁自己口碑的事,最近杨迪就因为自己的无脑行为又遭到了群潮,这次他还牵扯到了别人,也是做大死第一人了,事情的起因还得从新的一年新奇想开始,既然到了跨年的时候,地方台也是活动很多。 杨迪这个综艺热门香波波,自然会频繁的参与,所以在庆祝新年的时候,杨迪随手就在社交平台po了几张照片,这些照片又是聚餐,又是后台合影,看着十分热闹,这些照片猛一看确实没啥问题,但仔细一看,却发现杨迪可是出了个大,问题咋回事呢? 咱们仔细看看杨迪发的这些照片,有几张出现了热门小声谭剑刺的身影,第一张照片在火锅的衬托下,谭剑刺还是挺朦胧,不过第二张照片能明显看出谭剑刺脸色暗沉,妆感很明显,脸上也是有些瑕疵,最明显的就是他脖子上一层层的颈纹,上面甚至都能看到卡粉的痕迹。 能看出杨迪这组照片那就是源头直出,全员都是没经过任何经修的,这时候肯定有人会说杨迪是真性情,这些照片源头直出真是无所畏惧,可杨迪无所畏惧,谭剑刺可是因为状态差和颈纹被网友们潮出了天际,这还不算完,杨迪自己发的都是些很真实的源头,但人家谭剑刺早在杨迪发这些照片之前就发了同样的照片,这张照片就是谭剑刺那张颈纹。 可人家谭剑刺发出的版本,居然是精修过的,他还把全员都修了一边图,照片上的人个个都是洁白无暇,嘖嘖嘖,同样的照片谭剑刺发的是精修版本,而杨迪发的却是源头,也难怪谭剑刺遭到了群嘲,所以两人发的不同照片也把谭剑刺送上了热搜,真是开年红啊。 这时候谭剑刺粉丝也是挺生气,杨迪自己本就是搞笑出声,肯定不在乎形象,但谭剑刺现在也算是爆火小生,这些图谭剑刺明明都精修过了,杨迪依旧是发源头,未免显得有些绿茶了。 谭剑刺想必也是挺尴尬,自己辛苦修了半天,最后好友杨迪直接源头直出,换作是谁想必心里也是挺别扭,杨迪这次被谭剑刺粉丝狠狠讨伐了一番,他本人又开始了常规操作,在评论下直接表示谭剑刺源头都很帅,但谭剑刺因为这张照片已经被骂了,杨迪这操作其实也是挺没必要的。 要说杨迪这两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,之前一直以高情商好口碑出圈的他,现在话锋原来越不对劲了,谭剑刺这是只能说他欠考虑,但杨迪这阵子可是没少干蠢事,平日里杨迪录综艺都是很搞笑和有梗,可没想到他居然在节目中公然X骚扰女嘉宾,在某一次综艺节目中杨迪帮女嘉宾带眼罩,可谁知杨迪却抖机灵,带眼罩的动作完全就像给嘉宾 带胸罩一样,引起其他嘉宾哄笑,杨迪进行这一动作的时候,就连面目都看着尖嘴喉塞十分油腻,加上这暗示性的动作,说明他明显有X骚扰的意思,其实在此之前杨迪也有过这样的恶搞行为,那时观众都当作玩笑,认为杨迪为了节目效果没有恶意,可如今杨迪口碑本就不咋样,加上他这种行为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,很明显这就是他的意思,不然节目组也不会逼他做这种事。 他还乖乖同一把,当时节目组也是挺恶心,还把杨迪戴眼罩当成看点,去买热搜引流,殊不知到头来网上骂声一片,杨迪和节目组都骂个狗血淋头,眼看情形不对,杨迪麻溜的把这些话题内容给删了,还撤掉了热搜。 只能说杨迪这行为确实低俗又恶心,也不怪网上都在骂他,其实总的来说,杨迪口碑的崩坏,还要从他和项链十几年的女友说起。 去年开年第一场大戏,就是杨迪在直播中承认了自己和项链多年的女友分手。 要知道杨迪火了之后,为了自己的人设,也是多次谈及女友的事,甚至还有非他不娶那意思。 杨迪首次公开谈论女友,是在他的常驻真人秀火星情报局中。 那时候的杨迪刚火起来路人员十分不错,在各种搞笑节目中表现得张弛有度,游刃有余。 在某一期节目中,杨迪就袒露自己有一个交往了一二年的女友,并且一直都相互扶持十分恩爱。 这让粉丝给杨迪搞笑男的陈浩背后,镀上了一层深情光环,口碑也直线上升。 杨迪也似乎吃到了深情男的红利,在综艺节目和采访中,谈及女友的次数也越来越多。 在杨迪的热度震慎的时候,甚至有网友扬言,如果杨迪分手,那我以后再也不会相信爱情。 之后的2019年,杨迪在综艺《花花万物》中,说起自己与女友的一三年爱情长跑, 提及自己与女友错过了结婚的奇迹,那时候他信誓旦旦的说,自己绝对不可能与女友分手,坚定表明自己的生活不可能再离开他。 可很快,杨迪就不怎么提及女友了,之后就得到了两人分手的消息。 这消息出来的时候,一众网友也是对杨迪展开了讨伐,毕竟交往十几年的女友都要结婚了,杨迪这一爆火,突然就闹分手了。 这时闹大以后,杨迪又开始出来辩解,还拿前女友的聊天记录出来,表示两人是和平分手。 其实当时房间传闻,杨迪老妈是个恶婆婆,杨迪和相恋多年女友最终没能成,她老妈没少从中作梗。 当然了,这些事杨迪是一概不承认的她还出来回应,并且放出与前女友和平分手的聊天截图,自证清白,希望此次分手事件别再殃及家人。 可长篇大论的措辞,每一句都在表达自己的无辜,但那一句虽无婚姻之名,却有婚姻知识的话,却再次把她推向了舆论的制高点。 人家女生跟了你十几年,到头来没名没分,还要替你当炮灰,杨迪也太没人性了吧。 反正因为分手这事,杨迪被冠上了抛弃女友的帽子,那段时间,她失业口碑受到了不小的影响。 女友这事还没结束,杨迪又被扒出,依次和一位男士关系密切,俩人有不正当的关系。 因为一位男性网友和杨迪俩人经常互相评论语言,也是有些暧昧,依次杨迪是个盖男,也是传得沸沸扬扬扬。 但这是当初也没有强有力的证据,只是一些网络截图,杨迪自然是不会认理。 反正经历过这些事,杨迪基本上量了一半,有段时间,她也是不怎么出来露面。 期间,她还为了博眼球,给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狗咬人事件进行发生。 不过,她光是动嘴皮子,并没有实际行动的行为,网友们依旧不买账。 杨迪也是纯纯自己作死,本来口碑就差,还总是做出这样的没脑子的行为。 也难怪网友现在隔音卡,要是再这么下去,杨迪口碑迟早要被自己消耗殆尽,到时候她后悔也晚了。